当主持 你带他们去买菜 做菜 然后训练他们生活自主 这个题目 当然是你持织的主宠 或是讲什么计划终止 组织的什么服务目标 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其实都无关 讲太多这些事情 其实别人没有耐心看 可是你会讲说 我是带着他们上市场 带着他们做菜 你看他们 我上次看他们切那个萝卜丁 我看我自己在同一刻 我都觉得你也把他忍汗 你知道吗 他叫他们切那个小黄瓜片 先切片 然后再切丝 然后红萝卜那是切粒 我说我在旁边一看 他会切到手 等下他们训练得还不错 所以这个过程就知道 他们其实用心在带这些人 你怎么把这个过程 把他转化成计划 让他们都看到很多人 所以后来就整个计划 我们都大改造 你知道吗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说 他这个计划 已经在福安地上面跑了 先前我不知道 可是他这个计划 其实照我第一版的计划 在福安地上面 已经在通知了 可是 他只剩到 只剩到 六百块 那些计划只剩到六百块 六百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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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六千块 反正就没有达到 不久 反正用十二万 就没达到 所以后来我们对计划 照大改造 希望主轴重定 照片重拍 影片重做 后来九百块 在我们平台上面 就顺利 就成功了 后来这个计划 它就在幕第二次 同样的主题 就在幕的第二次 所以两个案子 总共合并 18万 所以 这是我刚讲的 你专业或聚焦 你要讲清楚 你做这件事情 的目的 是为了达成什么事情 改变什么事情 那其他 旁视杂间 这些国外国外 其实不用讲太多 通常我们都跟 一些他讲说 你机构的介绍 改最后 你要把机构介绍 就像你那个 购物频道 有没有看过购物频道 有没有购物频道 在前十分钟 讲到公司做什么事情 没有吧 前十分钟 在讲什么 讲到产品的功能 特性吧 对吧 所以我跟您的表演讲说 其实你写计划也是一样 你前百分之九十 你要讲清楚 你到底这个计划 是要做什么事情 剩下百分之十 讲你的信用就够了 不要花百分之九十 去讲这些事情 要聚焦在你要做的 这个计划上面 所以要找出那个核心主题 避免那个议题被发散 这个其实 之前我们也跟那个 新华的专丸 一样是新华的专丸 其实也是有讨论过这个专丸 主轴上的讨论 因为他一开始就 开始讲说他们上课 酿酱油 发现这个黄豆的来源怎样 然后自己种 然后自己种了 然后自己种了之后 又认识了小农 又发现说他们销售的问题 最后才想到说他们绩效员做配夸 可是实际上 他最后要做的这件事情 他默契是要做这件事情 默契比奇人 其实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 可是他花太多的篇幅 去讲前面这段故事 所以我们后来就跟他公共 你故事要倒过来讲 应该是讲说 那有喝过本土豆浆啊 他们要绩效员做配夸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才是引控制的主要 先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才是重要 所以找出核心主题 找出核心主题 毕竟这议题被发生了 那我觉得这是写群动机制品 来专案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还有media 图片 许多其实平台很吃图片的素材 所以你要准备 一定要准备很多的图片 而且是有故事性的图片 很多单位 就把他那里监视开会的 排台的照片 拉股条照片 收到募资 然后放那种照片 大家看那种照片 其实看很多人都 有不晓得那张照片 到底想传达什么 什么意思 所以 那个大头照 或者是那种排排站的照片 在录制品牙上面 其实是 太不像那种成果 一定要找出那种 有故事性的照片 鞋子有多破 刚刚那一张鞋子 大家想想想一下 你一看就知道了 对不对 小朋友原来穿这种鞋子 对不对 你要用文字写 他都敢写 对不对 我刚刚讲说 吐舌头的鞋子 我已经形容得够好了 可是大家还不见得能够听得到 对 可是看到照片 就知道什么叫吐舌头的鞋子 他现在鞋子有多破 有照片是容易 可以看得出来的 没有工怎么练习 我刚刚讲说用橡皮筋 那大家可以想象 橡皮筋是怎么练吗 诶 有照片是不是就 一照照片就可以代表所有的故事 你看刘翰 满头大汗 然后他的橡皮筋这样练 他还是要练 诶 是不是 表示他蛮认真 很努力 是不是有不够 可是还是很愿意再练习 一个眼神融化的网友 哪一个眼神 哪一个眼神 小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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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鞋很可爱的眼神 这个专案 在黄大哥之前 是破罗底台 物资实验最等的地方 也是一个晚上就打掉了 当天晚上上线 然后睡前我跟我伴侣 都会稍微再看一下 还差个 有机印象中 还差个两万多块 可是你早起来 又怎么打标了 原来有一个赞助者 一次把他补齐 让他打标 后来我们自己下也去了解一下 说 他怎么这么支持 他说他在小鞋的眼神 他觉得不支持 他觉得 怎么办 所以 所以其实照片会说故事 你讲清楚你要做的事情 文字不用多 可是照片是很重要的素材 有的照片其实传达的故事 其实更剩余 你用更多的人去描述 而且我会鼓励很多的社会单位 照片照片 素材的选用上面 如果有机会的话 如果你有足够的素材的话 如果有机会 用阳光取代悲情 用信心来取代同情心 因为悲情牌 也许一次两次有用 可是我觉得老师把悲情牌 我觉得 我们对新世代的这群族群 我觉得不见得有用 大家宁可看到的说 我赞助的这个专案 我真的能够带给他们 什么样子的转账 什么样子的改变 带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产生什么样子的效益 真的让他们的人生 产生不一样的改变 所以 与其你用那些很灰色的 很灰暗的照片 你不如用一些 阳光的 信心的 有信心的这些照片 来取代这些悲情 取代同情心 那我觉得这是 呃